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歹也在辅佐你这个少东家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要找思若 他去了查庄 不 我找他 如意 童小爷 你找我有事啊 对 我有很重要的话跟你说 跟我走 耀东 上次我打了你 我心里一直都不好受 我向你道歉 但那是我们两兄弟的事 我们自己解决吧 好 你要是觉得对不住我 就让如意跟我走 那也要看如意 愿不愿意跟你走了 行 如意 你是愿意跟他走啊 还是跟我走 童少爷 我们这个地方说话吧 蓝少爷告辞了 比你懂事 如意 等等我 你想跟我说的就是这些 对 离开茶园 愿意闲着我养着 不愿意闲着就去童家绣装 那更适合你 童少爷谢谢你的好意 你能别跟我那么生分吗 我也没恶意啊 我不是跟你生分 是我们的距离实在是太远了 距离远 那我站近点 你明白我的意思 童少爷 我之所以把你叫到这儿来 就是想跟你说 第一 你跟谭少爷从小一起长大 我不想你们 因为我心存戒敌 第二 我不想离开茶园 我喜欢这儿 第三 我想回到自己平静的生活 我也告诉你 第一 我了解谭明凯也了解你 你们心里若是没装鬼 我也不会有戒敌 第二 要是茶园和思若相比 你更喜欢思若 那就离开谭明凯的茶园 第三 跟了我 所有人都会平静 我说了我跟谭少爷之间没什么 我相信 可我的这种做法叫防患于未然 如意 你应该了解我的脾气 你没得选择 好吧 我可以答应你 但是你要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我要采完这一季的茶才能走 以言为定 还有 你可以强迫我离开茶园 但是你不能强迫我的心 我心里 从来没有过半点喜欢你 行 童大爷 来 喝酒 喝吗 喝吗 童大爷 您今儿是怎么了 啊 啊 啊 喜欢爷吗 喜欢 喜欢 喜欢得不得了 好 说一句喜欢 一块姻缘 喜欢 喜欢 大爷 我也喜欢 喜欢 喜欢 姑娘 别侮辱喜欢这俩字 你喜欢的是老子的钱 阿谦滚蛋 你 去去去去 快快 去去 快快 爷 小子知道你喜欢如影的丫头 不行明儿了我去给您弄过来 直接给丫半楼 放屁 爷不想玩它 想娶它 爷看上是天上的鸟 瞧不上地下 这是鸡 雍之俗粉 爷呀 要是把这鸟给您打下来 放您手心里 这多好啊 什么意思 您别忘了 咱们还以老家贼在手里 把这老家贼放出去 叼这只嫩鸟 咱一撤绳 它不就到手了 那绳子呢 赌场 智取 我来吧 你 有钱吗你就来 说什么 说什么呢 都给我听好了 我们家同商也说了 梅姨来玩 想玩多大 就陪梅姨玩多大 都听见了 我告诉你们 敢说我没钱 他就是看不起同大哨 梅姨 请 梅姨 你咋开了我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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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啊 下手下手啊 来来来来来 上海 来来 上海 来来来来 笑什么 你一个这么喜欢 狮子歌父的人 让你对着这么多的数字 你头都疼了吧 我可以把这些数字 当成是狮子歌父 我既然答应了我妈 要当新东家 那我就要对茶园的 所有支出收入 还有经营状况 了如指账 我才不会做自己 不感兴趣的事呢 大小姐 这是责任 这不是兴趣的问题 而且我突然想到 我可以用在国外学道的 新的经营方式 还有新的理念 在茶园推广 一想到这些的时候 我马上就有兴趣了 还好我对数字感兴趣 我哥不在的时候 都是我帮他对账的 我帮你 不用了 不行 我一定要帮你 我越来越觉得 你很像我妈 总是用这样的方式 安排别人的生活 一定要我这样 一定要我那样 你怎么会这么喜欢我呢 婆婆就是说 我跟她年轻时很像 不然 她怎么会这么喜欢我呢 敏凯 你是怎么认识如意的 那天我回来 在车站的时候 她在卖东西 我一不小心 撞了她的推车 原来就是你 害如意丢了 她那条宝贝丝帕 为什么说是宝贝丝帕 就因为上面 绣着那些诗词 这说来就话长了 那天 我让如意陪我去接你 我就问她 她的心上人是谁 她就说 如果她的丝帕 到了谁的手里 谁就是她的有缘人 你怎么知道 她丝帕上绣着诗词啊 我猜的 如意那么喜欢诗词 我想她应该会 绣在丝帕上面吧 怎么啦 怎么了 没什么 你猜对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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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